针对外界关切一五五市基隆海大附中确诊高中生足迹 经过连日疫调后 基隆市长刘若昌5月17号正式公布 包括去过卡牌店及热草店等 另外这位高山学生的妈妈也证实确诊 因此相关足迹一并公布 希望提醒市民注意 个案在5月2号的下午4点到6点 他曾经到过我们本市的校二路63号的三楼 猫脚印的卡牌店跟同学来游玩 另外在当日的6点到晚上的7点半 他跟同学在本市的历龙环冠大楼的6楼 两餐餐厅跟同学来用餐 这是5月2号 另外在5月8号的下午3点到5点 他跟一名同学在爱斯路45号福盛亭用餐 那5点10分到7点10分 他是到这个初慕饮料店 这个买饮料喝饮料 那另外是5月10号的早上 11点30分到下午的1点 他跟家人在我们胡仔山休闲咖啡馆用餐 他的地址是中山二路65向105号 此外是5月10号下午4点到6点 他跟他的家人9名 包括他的父母姐姐以及外公外婆等等 那在我们的校四路7号三姐妹热炒店用餐 此外是5月13号的下午4点半到晚上的8点 在仁二路191号的4楼 明日卡牌店跟同学玩这个桌游 此外是5月14号早上11点50分到下午的2点 他跟同学到我们爱三路的116号的麦当劳用餐 此外是5月14号的下午4点15分到6点15分 在校二路63号的三楼猫脚印卡牌店来玩桌游 这个是1554号我们认为比较有风险的这些足迹 此外他的妈妈跟家人 目前父亲跟姐姐裁剪之后是阴性 不过母亲是呈现阳性 下午CDC也会来公告 那由于他母亲的个案跟1554案是有关联性 所以我也在这边一并的来报告 他的母亲是在我们仁五路的51号 每香灾面包店上班 那他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一个时间 比较具风险性是5月1号到5月9号 他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8点上班 另外是5月13号到5月14号这两天 他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上班 在双北确诊数持续增加下 基隆市政府防疫措施也同步升级 包括基隆庙口从即日起停止营业到5月23号 全市国山及高山学生停课 室内户外一律戴口罩 为者将开罚3000元到15000元 第一个 基隆庙口夜市从今天下午6点起 停业到5月23日下午4点 第二 从明天起本市高山跟国山的学生停课 在家学习远距教学 第三 在本市室内室外要求一律强制戴口罩 为戴口罩的话 我们会依传染病防治法施予处罚3000到15000元 请所有市民朋友务必配合 那我们也会编组所有的同仁 在所有的公共场所来进行宣导 那也会搭配的远景的一个巡逻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要求 牛肉昌也要求部立基隆医院等大型医疗院所 做好入口实名制及相关设施准备工作 同时针对双北筛检站设置经验 要求基隆四大大型医院重新检视筛检站位置 腹地及路线等 牛肉昌也再次呼吁市民不要有言语歧视 猎屋或是捕风捉影传递不实的疫情资讯 避免不小心触法也影响到防疫的进行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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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